上海科技大学物质学院陈刚教授课题组,利用同步辐射X射箭,表面略物射小甲散射技术,人为观测交体粒子,在企业界面出自组装,新增二维超金格结构的过程,并由此破解了一个困扰学术接近40年的免期。 相关成果以Incite X-ray, scattering,observation of two-dimensional,interfacial corroidal,crystallization为期,于知名学术期开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在线发表,论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N articles,S414-670-180-3767Y,交起粒子可溶于液体或吸附于液体的表面。 这不仅是常见的自然现象,台北广泛应用于物理、材料和化学等领域,因此,对交体粒子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1980年,美国科学家Buransky利用光学显微镜,观测交体粒子的二维结晶过程时,发现在有限范围的页面上,不知一定量的交体粒子时,在不断相互排斥作用下,它们会形成有序和精态的正面。 在之后的研究中,科学家们不断发现交体粒子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也会自发形成长程有序的亚温泰排列。 众所周知,在经典护轮定律下,带有同种兼合的粒子之间相互排斥。 然而,实验中观测到交体粒子长程有序的排列,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长程的相互吸引力。 显然,对于物理现象无法用经典的静电理论进行全面的解释。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围绕这一长程作用力的来源,全世界科学家们开展了不懈的实验和理论研究。 但至今对于其耐在的物理机制仍有很大的争计,实验和理论之间也存在诸多分歧。 概括而言,造成这一看似简单,是长期困扰。 科学家的物理难题的主要原因是,对于液体界面处的微光物体,我们所能使用的研究手段是很有限的。 比如,常用的电子显微镜和原子力显微镜都很难在液面上开展测量。 在这项研究中,陈刚科体组首次交同步辐射F射线表面略目射小甲散射技术,应用于胶体粒子在器械界面处的自组装研究,如图一所示。 这一方法不但可以原谓的跟踪观测胶体粒子在界面内的结构演练过程,同时可以跟踪测量器相对于界面的位置和结构的变化。 通过这一研究,研究人员观测到胶体粒子在器械界面处从无需的分散状态,经过杜格亚稳态,最后形成稳定的二维六角密排的超金格结构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意外发现,随着胶体粒子之间相互靠近,那么在液体中的浸润深度或接触角发生了变化。 这一突破性的发现,是之前的研究没有也无法实现的。 图一,X射线,表面六入射,小脚散射实验布局和原理图,由于胶体粒子浸润深度的变化,使其周围页面发生形变形成凹面。 当相互粒子之间的凹面相互重叠时会产生毛细粒,而这一有页面弯曲形成的毛细粒正是导致大家从电荷的胶体粒子之间,长成相互吸引的真正原因。 为了进一步分析交体育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研究人员进行了完整的有限源分析与模拟。 至此,一个曾经困扰全世界科学家们,将近40年的谜题得以破解。 该论文中,物质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龙龙为第一作者,陈刚为同序作者,上科大为第一完成单位。 该研究则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委,上科大启动经费,及上海光源的大力支持。 图二,交体粒子在界面处的形貌和相互作用力的分析。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